首架双拐的歌手政治化被气得是站起来要讨说法了 为什么呢 因为甜心奶奶王心灵擅自把星星点灯给改了 批判当年现象的尖锐歌词呢 改成了积极向上的口水词 然后是一众人台上台下的happy啊 所以呢政治化觉得不OK了 气得连夜吐槽说是震惊又愤怒啊 这原唱态度一亮相网友纷纷站队了 有人说节目组拉垮那是没跑了啊 上下五千年的歌曲没有一万也有八千 真觉得词不达意或者氛围不服您可以换个歌呀 而不是在不告知原作者的情况下擅自修改 你瞧这乐队夏天在调整的时候 他特意写信征求了原作意见了 你芒果他作业都超不明白啊 所以说被原作吐槽冤枉吗 他不冤枉 不过也有人说了 嗨您就别计较了 耍流氓嘛 人家芒果才是认真的 仗着自己是娱乐龙头 你看这个忐忑生鼻子心如止水等等等等 都先后糟了殃啊 欺负你个老哥 你有什么不平衡的呢 发表啥意见呀 那几位都公开讨伐了 也没见芒果回应啊 所以呀 忍栽得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就因为王心灵唱星点灯时改了这几个字 那政治化大发雷霆啊 有人觉得他是小题大做呀 更是有恶意引导舆论风向的嫌疑啊 都说什么呢 说结合环境创作星星点灯不假 表达全权赤子之心也是人啊 但改变不是首次出现 当年姜妈改的时候 你咋没态度怎么不愤怒呢 偏偏在热门综艺表演之后 就跳出来是不是有点上纲上线了 跑着大型双标蹭热度来了吗 那月兔都登月了 福建建都下水了 凭什么星星就不能被看见呢 是天情有罪呢 还是进步无理呢 所以有着网友就认为啊 政治化这番发脾气啊 不是在意版权归属 也不是介意改编不合心思 而是什么呢 蹭节目的热度 甚至说什么呢 往深处去想吧 政治化存在刻意挑起纷争的意图 也不无可能啊 你要这么一说 我就有点含毛倒立了啊 谁能想到一首歌 还能有那么高的含义呢 不得不说呀 谨言慎行这句话 不是古人瞎说的呀 一个态度引发大波浪 这要是真研究起来 还真不一定谁对谁错呢 不过我觉得呢 退休多年的政治化 是真的在蹭热度挑纷争吗 不见得吧 政治化被网友吐槽 是想红想风了 这好理解 毕竟嘛 时间上过于巧合 但是你按照郑老师的社交状态 你会发现这理论 根本就站不住脚啊 他墙内外的账号是表里如一 甚至呢 还有些愤青的即视感 没有像某些人那样 注销了INS 对吧 也没有国内账号态度 不一样的特供 你从星星点灯开始到现在 始终就没变过 咱们再说一句到家的话啊 改变不是不可以 那火车都唰唰提速了 歌词为啥必须一程不变呢 但是改词是小事 意境变了却是大事 赤杜马谁骑着都是神局 但是借给你去拉墨了 你能怪主人心疼吗 改变总不能像李白一样吧 被潜移墨化成 年轻人心中刷大招刮沙的刺客 而忘了他其实还是诗仙和酒仙吧 至于所谓的蹭热度 那更没必要了 老郑退休在家 就喜欢个写写家画画 偶尔在愤世忌俗一波 一个并无付出打算的老前辈 蹭热度干嘛呢 开饭店吗 逻辑上就说不过去 如果不是心爱之作被冒犯了 或许他还在家遗养天年呢 只能说呀 有些节目越是迎合市场 就越不懂得尊重二字怎么写了 面对这一波的指责呢 不知道芒果还是继续装傻 充愣不回应 还是会道歉呢 我们让星星再飞一会儿吧